大家好,我是Tako 那我今天想為大家介紹的就是我現在騎乘的這一台 Kawasaki的Ninja 400 那為什麼會想要再介紹一支Ninja 400呢 因為它出到現在也差不多三年了啦 那我依然認為它還是一台非常值得購買的車 所以今天的影片呢,我會邊騎邊說 然後從三點來講 第一點就是它的外觀 第二點就是它的性能跟配備 第三點就是車主有做一些改裝 然後再介紹給大家 我覺得這台騎起來是挺好玩的 就是它的那些改裝啦 那從外觀先講好了 Kawasaki Ninja 400它剛出的時候啊 它整個就是一個忍者300的一個 又level up的感覺啊 整個外型變得更戰鬥啊 更有殺氣 更狂 那我特別喜歡Ninja 400的其中一點就是 它的車頭大燈的下方 它有做出類似H2概念的那種融合一體的定峰翼 我覺得這個設計真的非常漂亮 我很喜歡 Ninja 400在車頭有做出這個定峰翼的效果 那比起其他家的 有做出什麼進氣口 什麼之類的啊 我個人是覺得定峰翼還是比較帥的 那它在 側面呢 我又有一個非常喜歡它的點 就是它的 這有車速 就是它的前方向燈 它的前方向燈是 跟車殼融合在一起的 因為你看CBR500跟R3 它們都是有一根這樣 凸出來的 我覺得那個 還是改一下會比較好 就是改成平的嘛 大家很多人都改那種 那 Ninja 400它原廠就是做這種 就是一體式的方向燈 融合在車殼 你正面看上去呢 它就不會有 我旁邊有東西凸出來 我覺得這很棒啊 也跟它的 訴求 很搭配 就是它就是要營造出一個 就是 小街跑車的概念 戰鬥氣息滿滿啦 然後側邊在這邊 這邊還有做出一點那種 散熱孔的效果嗎 我覺得 真的是挺帥的 Ninja 400真的是挺帥的 整台車 非常的一體 那它的尾燈呢也是一樣喔 就是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不知道 一個不知道是什麼形狀的 但我覺得在統計劇中 它的尾燈形狀是最好看的 然後加上它那個 比較翹高一點的後座 整台車的流線就非常好 但是高也要付出代價嘛 就是 它的後座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 不太可以載人啊 應該說可以 但是後座我覺得會做的 蠻痛苦的 而且沒什麼 沒有什麼安全感啊 然後它的 儀表設計也非常好看 這種儀表真的是 快要絕版了 這種指針混合數位式的儀表真的是 超讚的 又有那種傳統指針的熱血 然後再搭配上這種數位的 科技感 那總之呢 我就是還蠻喜歡 忍者400的 外表的啦 三巨頭裡面 其實每一台都各有它的優點 大家比較喜歡哪一個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再來講它的動力喔 它是399cc 然後 最大馬力是45匹 在1萬轉的時候 那最大牛力也有快4公斤米 8000轉吧 我記得 這個動力呢 放在黃牌急劇上 其實我覺得 已經很不錯了 然後它的車重也有 也只有168公斤 很輕啊 真的很輕 所以它操控起來 我是覺得相當的順暢 那它多了R3 R3 R3是321 然後它399 399-321 是 7...8 它多了R3 78cc 好不好 所以它的低扭反應會再更好一點喔 R3就是那個起步真的是 真的是有點軟啊 那忍者400就稍微好了一點 當然這個你也可以透過 那個改齒比來 調整一下 不過我覺得 以原廠來說 R321 給我的感受是比較好的 好 我們先回個轉 然後再繼續講 那剛剛講到它最大馬力有45匹配上168公斤的車重 非常的輕盈 然後它過彎也是 很靈活喔 可以把它試做一台 小跑車啦 我覺得 它的 運動性你只要 稍微調整一下 它運動性就會 就非常好了 然後它的前軒調雖然是 41mm的正差 但我覺得 也堪用啦 只是大家可能會比較喜歡 R3跟500R的倒叉 外觀比較好看 但實際上忍者400給的 也不會到真的很爛啦 然後它後面也有多連桿嘛 整個過彎的表現我覺得 挺聽話的 稍微騎快一點點喔 煞車也是 很堪用的 當然如果你要再騎更快的話 那勢必要做一些升級嘛 這個也是非常合理 原廠不會 在這種比較經濟型的車款上 又是小車 原廠也不會 給到你太豐富啦 它的一個定位就是 讓你去入門喔 讓你去摸索 探索 擋車 這部分 的樂趣 如果你要再進階一點呢 就可以上到 比如說636啊 比如說 ZX10啊 那種 前後避震都有 比較多東西可調的 但是呢 那些東西呢 因為它馬力又更大 車格又更龐大 你可能也會 騎久也可能覺得那些不夠 不過這個一輪而已啦 好不好 有些人就 只是 喜歡 像我這樣慢慢騎嘛 有些人就是 要享受那個 過彎的那種樂趣 我都還沒拉到那種 最極限 我就覺得 對新手來說 很夠用啦 而且它又有那個 它又有滑動式離合器 所以你在 不管是退檔補油啊 或者是 升檔上面 新手的容錯率都 非常大 所以我們剛剛那樣 蝦雞巴亂騎 也是騎得很爽 很好 好車 好車 蠻推薦大家 買這台的 如果你喜歡仿賽 然後你又是比較競技的人 人的話 Lender 400的 動力啊 還有那些 改裝空間 真的非常的大 你可以玩得很過癮啊 然後壓力也不會像 600那樣那麼大 真的不錯 好 我就來為大家 介紹一下 它到底改了哪些東西 旁邊可能會有一些聲浪的部分 所以 就像那樣 所以 應該是 收音應該是很好啦 因為我麥克風在那個 安全帽子 好 那我先帶大家來看 這是 第一個就是這個 強後行車記錄器 好不好 這個 應該是 閉裝啦 車主他改了一個 小下巴 定封椅下面 再裝了一個 定封椅 然後是 水轉硬的啊 這應該不是 偵探纖維的 我覺得 還蠻液體的啊 我覺得OK 然後他貼了一個 燈眉 高角度風鏡 Shock Shock的 後照鏡 然後大家 一定很好奇 他後照鏡在哪裡 他後照鏡在這裡 這兒 有些人會覺得 仿賽裝端子鏡是斜角 但其實 你看 我覺得超搭的啊 就是他很小 他在旁邊 就是你沒有特別注意的話 你以為他沒裝後照鏡 但事實上他有裝 這個後照鏡我覺得 還蠻搭 仿賽的啦 蠻液體的 在蝦皮上買的 500塊吧 然後他 蓋了 合昌的 低把 但他這個位置也沒有到很低啦 就是 稍微再戰鬥一點 但也沒有到很戰鬥 因為在低的話 忍者400會幹到他的車殼 防倒球 這個基本的 再來 繞後面 合昌的腳踏 其實我覺得腳踏還不錯 然後他的 我記得他可調範圍也 蠻不錯的啦 這個蠻推薦大家的 我自己自己用起來 其實感受蠻好的 後鎖還裝了金屬油管 這踩下去 真的是非常有利 副廠的單坐蓋 原廠真的是太貴了 不過 這個就外觀的東西嘛 其實我覺得這個也 還行啦 然後最後呢 就是這根 蠻子的尾段 這個整體搭配起來 超讚的 這個尾段真的超讚 很一體 等一下再給大家聽一下聲浪 他是有裝消音塞的 然後他還改了一個 KOSO的後方向燈 原廠的那個 乳樹真的太大太稠了 這個 這個KOSO的還不錯 蠻好看的 然後 我們換個地方給大家聽聲浪好不好 台氣體上面人有點多 好不好 我來到我的寶地老 河堤 有看我影片就知道 我常常來這裡 那現在就給大家聽一下 這一支 歇管的聲音 只有尾段 有裝消音塞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還蠻好聽的啦 就也不吵 挺好的 那以上就是這次 寧甲400的 邊騎邊聊 那如果你對這台寧甲400 還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喔 我如果知道的話 我就會回你 不知道的話 我就幫你按個按鈕 等待有人來回你 那我是Tako 那這次的邊騎邊聊 就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哇 哇 哇哦